大家好,我是驚叹号星球菊菊,我的本名叫林佳杰 大家可以看到左手边这张照片是我在画一个墙壁的创作 这次我分享的主题为什么会叫做画墙运动 是因为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可以去实现画墙壁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是画墙壁,是因为小的时候在家里拿起画壁 就会开始想要往墙壁上去画,这个时候家里的人就会骂说 你不可以这样,你不行,然后你不不不,然后就一直否定你 你画的不好看很丑什么之类的,当你被否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害怕 当时就是听爸妈的话,然后就不画墙壁了 但是一直到现在,有人邀请我去到他们的墙面创作的时候 我才发现,哇,原来我这么喜欢画墙壁 所以在这里我有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再多画一些墙壁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一年多来的一些,做过的一些事情 因为左下角这个是画的一个角色叫金探号星球人 那他的鼻子是一个金探号 所以我创造这个角色之后,就做了一些事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到底是谁的 我呢,就是从小就很爱画画 那我国中念美术班,高中念美工科大学念多媒体 那我曾经有在很多地方工作过,什么公关公司啊,网络公司啊 影视圈,广播圈,科技公司,餐饮业 甚至我还去了澳洲有学打工 那这也有无望的血,我去年也去了法国这样子 那现在呢,我在台北市文化基金会的西门洪洪罗面做我们的创新销专院 那平常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子 那私底下呢,我就是做了一些插画的创作 这里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就是去年1月份的时候 我就开了一个自己的个人的插画展 那这个地方很特别 他叫诸土英文空间 他地点是在大同市场的旁边 那大家知道 以前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蓬勃的时候 这一间,这一个空间 他是杀猪的地方 那为什么他叫诸土 谐音就有这样杀猪 那一个的诸土是屠杀的土 那他为了要有点类似纪念这个场所 所以他把所有的墙面都涂成红色 那刚好我的作品又是黑白的线条 那就是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画面效果 然后呢,去年5月份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觉得画画很有趣 我也很喜欢跟人互动 所以我就去考了台北市的街头艺人的考试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大家不是都 台北市的街头艺人不都是 我直接把你画得很像 然后就是一个作品卖给你这样子 但是我的想法会是 我想要透过金碳号星球 我们跟大家互动 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卡片上面 可能是把你的画像画成 你到金碳号星球以后 你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手上这张就是 通往金碳号星球的通行证 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互动 那因为呢,当时六月份 我就要开了另外一个画展 就是另外有人邀请我去参加另外一个画展 所以我又做了自己最更新超宣传的手法 就是印了一张小海报 叫所有就是我画过的人 都要拿那张海报让我拍一张 就会放在我的粉丝专页 然后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好像很多人在帮我宣传 很多人在帮我打广告的感觉 然后这是六月份的时候 然后就是受到周启文创的邀请 那就是他第一点是在行天宫的附近 那这个场地就很大 就是他大概有三十坪左右 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朋友 跟我一起来做一个插画连展 那左下角是他画的 他叫做安雅白木人 然后我的是金碳号星球人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场就是 应该说我们之前就做好了一个合体的创作 然后我们就有一种踏迟道的感觉 那就是很像外星人跟地球人 作为第一次接触的感觉 然后去年的七月的时候 就是我朋友他自己开了一间美食房 然后他就觉得 诶我的墙壁很白 我可不可以邀请你来帮我画 然后我就说真的可以吗 然后我就开始去画墙壁 也就是因为这一次的画墙壁之后 我就发现哇 画墙壁实在是太好玩了 然后这是他们 这里是一个冰箱柜 然后客人走过 只要经过门口 就会看到这一幅作品 大家就会说哇好可爱 然后会去拍照留念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原来我的作品在这个地方 是一直在散播一个正面的讯息 那大家吃到他们的美味早餐 因为他们的早餐也是 不管是食材或者是他们准备的东西 都是经过他们很多次的研究研发 然后冲造出很美好的一些餐饮 所以我就觉得哇 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结合 所以在这之后 我又继续画了其他的墙面 所以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去年12月的时候呢 我就在松山文创园区里面 跟其他的一些插画家 办了一个联合的插画展 那同时我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插画的绘本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酷的是 就是有公司在帮忙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就是圣诞节的一个盛况 再来呢 今年2月份的时候 我参加尊财艺 不知道大家知道 他在内服 然后他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艺脈的活动 那我今年就刚好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就我要参加 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 虽然我不是有名的画家 但是我很希望可以透过我 然后去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这政府的作品 因为它有这次的主题叫暗的领悟 那我这个作品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正面 就是一个金套号星球人 为你拆开这个领悟 那你翻过来后面就会看到 哇哦 这里右下角有个小小的镜子 那金套号星球人就想要告诉你 来到地球上努力生活的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领悟 所以就是这个作品最后 因为我一直很担心说那场活动是很多名人去参加的 然后我可能名气不够 可能会卖不出去等等之类的 就很开心最后还是有卖出去这个作品 还蛮感动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去了一间在那个国宾长春电影院的附近 就是有一间意大利面店 然后就去吃面的时候就觉得 欸这面墙好白哦 而且 而且 而且那个老板他们的logo就是橘色 跟orange好搭 而且这意大利面好好吃哦 然后就跟老板聊聊天啊 聊聊聊 说老板你们这墙壁好白哦 有想要做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然后老板又说怎么样你想画吗 我说对啊我超想画的 然后我只是第一次去吃面而已 然后老板说好 下次你就跟我约时间你就来画 所以我就会开始现场创作这张作品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我没有预先做任何草稿 或者是跟老板做什么沟通 老板就很信任我 就完全抱手让我去做 所以我就 而且我画的那天是礼拜天 我以为他会停就是歇夜之类的 他没有 他照常做生意 所以我在边画的时候啊 爬这个楼梯爬上爬下 然后旁边的人是边吃边边看我在画 然后还会跟我互动说 我知道你要画那个什么东西 这样子 然后可是 我就是画一画画出来 又不是他要的东西 我就说怎么会是这个 然后反而就是让他觉得很惊喜 因为我可能画大象的时候 可能是从耳朵开始画 我不是先画鼻子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 但是大象他就说 为什么大象里面还有很多鱼 为什么 然后我说 因为他是大象行动的水族箱啊 然后说 哦原来如此 就是 就是会有这种 跟客 跟一些客人做互动的过程 我就觉得 诶 原来我的创作是 可以在做表演 然后 呃跟现场的人产生互动 然后我觉得 这是太有趣了 所以 我就一直觉得 哦原来我 小时候被被强迫不能画墙壁 这件事情 当我们变得非常繁复 我就觉得我现在想画 我要画 我要画墙壁 就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 呃 再来就是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就是 有到台中的草务 到广场那边 去举办了 也是插画家的演展 这就是 也是有跟公司合作 那这档展览很有趣 我觉得 呃 因为我到台中 那我是台美人 然后我就觉得 台中应该 诶 应该会不会没有人来 对 没有自己的朋友 这样子 哇 超多人 超多不认识的粉丝 都来到现场 然后 还办了一场签名会 大概签了两三百个人 然后 现在你看我手都病这样 哈哈哈 然后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的展览 我不喜欢就是说 呃 只是把我的画 直接挂到墙上去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展览 我希望可以去营造一个空间 然后 去 呃 让更多的理念 可以从这个空间的设计当中 去散发出来 所以这个展览 你看这个 这棵树是我用纸胶带黏出来的 这一笔一笔 都是用纸胶带这样撕 然后贴 撕贴 然后还爬上去 然后这个上面是用那种便利贴 做 就是有卖 那个文具店有卖 叶子形状便利贴 然后直接贴上去 那这个中间 我后面这块板子啊 其实是 就是一个小小的测验 测验 你是不是外星人 然后就会有很多问题啊 可能就是 诶 你是不是喜欢 呃 晚上的时候就抬头仰望着星空啊 就是 等等之类的问题 就是 呃 做测验出来 你就会知道 你是不是外星人 那我想再做个各位 应该80%以上 应该都是外星人啦 哈哈 然后就是 这一次也是很棒的一个合作的机会 就是发现说 原来我在 呃 外地也是 也是可以去创作 然后可以去发展的 然后接下来 我有一些挑战 是 我要去画墙壁 去什么地方 将将将将将 我要去殡仪办公司画墙壁 就是下个礼拜 就是 没错就是台北市殡仪馆办公司 然后 呃 因为我朋友刚好在那边工作 他就觉得说 他就看到我前面去意大利面电话的墙壁 他就觉得 欸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做一个结合 那 他们办公司 就是 可能会去到现场的人 都是一些 刚失去亲友的人 然后就是希望说 可以透过这些作品 或是画作 让他们可以把对亲友的不舍放下 然后 呃 把这份最最真诚的感情就是 呃 带走 然后继续过好自己的日子 这样 所以这是下一个要画墙的地方 再来就是有一个空间规划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知道一个叫做街角律间设计的活动 这是台北市文化局所主办的活动 但是 呃 就是每一年都有 那都是跟台北市的文化 或者是设计有相关 那这次我参加了一个串林活动 那我会在都市校母等宝藏岩客厅里面 有一个非常小的空间 他只有四面墙 就是真的是家徒四面 然后就是也是破破烂烂 因为宝藏岩他是眷村 然后重新改建变成一个艺文空间 那刚好有一个小小的房间 非常小大概就只有这样子 就是我家站的这个空间小大小而已 然后我会去做一个空间的规划 也是跟我目前的想到的是想要做一个 呃 金探号星球的那个 呃 那个飞船 呃 那个船舱的一种感觉在那里 那目前可能会是这样去规划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呃 展览的邀请是在迪化街 中一层三楼的一个叫做小朋友的果汁吧 到时候我应该也是会将一些作品 呃 放在这个地方 也是会做一个空间的规划 那目前这个是七月份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会想要来分享 就是因为我想跟大家说 我做过这么多事情 但是我相信呃 我的画作不应该只是呃 放在那里 然后或者是放在衣服上 或者是只是放一个杯子上而已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力量 或是更多的理念去发发展 然后去发酵 去让大家感受到这份爱 那所以我的愿望是 预计在2014年底前 呃 不去计较酬劳的多果 但是只在乎是否达成就是彼此之间 互相欢喜利益的关系 然后并且呢完成十面 可以让我随性创作的墙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 也都欢迎介绍给我 快 有人在跟我挥手了 你好 有好多人喔 有有人在跟我挥手了 太开心了 所以 所以最后的三十几秒 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呃 这些照片拍得很漂亮 在意大利面丁画墙的照片 是由另外一个专业摄影师 叫杨云青他帮我拍的 所以有兴趣 你找这个很厉害的摄影师 也可以找我 那这边哦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我现在的观察 都能试别 都有点燃烈 有点燃烈